这个项目我发现的最近两三年 它的人数急增从50到了500多 甚至今年4个月就超过了600多人 它的增长率在过去两年达到了1000%以上 都知道加拿大有100多个移民项目 很多都是围绕着大城市 大城市现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但我今天发现一个数据 很多人在悄悄地往这些小的城市去发展 或者走小城的项目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项目 就是叫RNIP Rural Northern Immigration Pilot 我们所说的北方及偏远地区的试点项目 即AIP或者叫大西洋四省那边的一个项目之后 又一个试点项目 这个项目是注重于小的社区 不是所有的省都参与 一共有几个省开始试点 20年基本上人数才50人左右 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原因 但是21年的数据看到的是555人 10倍的增长 而且最新的数据统计是今年4个月就达到了625人 所以像刚才所说的 这个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00%多 是针对社区的发展 它有两个条件 一个你要是想在那边工作 待会也会分享 这个雇主还是为王 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意愿生活在那个区域 哪些城市或者这个社区符合要求呢 这里面给出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差不多是在5万或者以上这样的一个数量 那这个要据大城市的这个我们叫Downtown 或者市中心75公里以外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这个城市呢达到了 或者社区达到了20万人以上 跟大城市相比来说是郊区这样的区域才可以 所以它的首要条件是你要在那边找到一份工作 对吧 然后社区给你做一个担保或推荐才行 我看到了一个清单 一会我也放到下面 这个项目总共现在目前为止有11个区域参与 这里面我看了有5个是在安省 然后有两个是在BC省 还有两个是在曼省 剩下两个 一个是在阿尔波他省 一个是在SK就是SAS卡通这样的省 到底什么样的人符合这样的要求呢 他在那边工作满一年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全职满一年 如果你是兼职 你要累计达到1560个小时 当然你这里面也要符合我们所说的NOC 就是这个叫职业代码分类里面的所有的工作要求 你要有工作 有工作 那我们就说的雇主为王就是这样的 你要拿到job offer才可以 但是这里面呢有两个点对留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 也是非常有利的 就是如果你是留学生在那个区域上课 只要是本科以上 包括本科啊 硕士啊 博士啊 对吧 你在那里主要上18个月以上 就可以免job offer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job offer就可以直接申请 那很多人会问这个项目到底对英文是什么样一个要求 我们所说NOC有0ABCD类对吧 那他的CD类的要求是最低的是要达到CLB4分 然后呢如果是B类要达到CLB5分 如果你是做0A类的相关工作你要达到CLB6也就是雅思的五六分左右这样子的 这里面有一个总体要求就是要求你要有意愿在这个小的城市或者偏远的地区来工作加生活 那这里面有三个核心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雇主为王 他要求你有工作时间 所以你一定要拿到工作的offer才可以 第二点就是对国际留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只要你在那边全职学习够18个月以上的 不管你是本科啊博士啊研究生啊等等都可以直接申请 最后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所有项目现在都可能会有要求的就是英语的要求 那综合来讲不管你是走什么项目只要你英语可以对吧 你有拿到这个offer那这个项目是妥妥的 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 如果不想去大城市竞争的话 这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这里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呢留学求职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